先生 先生 等一下 先生 你没有日月不能进来 先生 我先去 海逸 你为什么骗我 要对我隐瞒你的身世 我骗你什么 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 没有吗 那你也可以主动跟我说啊 我们在一起生活那么久了 就连你是谁都要别人告诉我才知道 你愿意跟我做朋友 是因为我这个人 而不是因为我的身份吧 当然不是 我一开始确实是想赚你的钱 但后来我是真心 想跟你当朋友 那还有什么问题 我连我穿越的事情都告诉你了 你却还是不信任我 我不是不信任你 可是我想他 随时有可能会离开 你没必要知道吧 所以 我在你心中 只是一个过客 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秘密 我不觉得你有哪里对不起吗 好 从此以后 我们且把它断 你 你为什么不能体谅我现在的处境呢 陆市长 我紧急文件 来了吗 来了吗 追上来了吗 这个死海 竟然没有给我追出来 这下要怎么办 总不能像个女人一样回去找他又哭又闹吧 带着你 坐啊 怎么冲动干嘛 还七八段 我 快这下饭了吗 怎么能让我看看 他没办法 你们也想感觉 有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